在前加以制裁所基盤 阿里山林業鐵路文化祖上管理處改白 不管有發明 加以市長土生田和地方各界人士都會盜老人 並且就讓這個新的管理處 可以開創阿里山鐵路和林業文化新立宿 再創文化新風貓 透過原本木材的生產 以及各個聚落的一個發展 事實上它在生產面向上非常的多元 除了木材之外 另外在生活面向也是值得好好去探究 當然更重要的東西是 它作為一個文化資產的一個價值 而不只是一個單純的一個交通的運載路線 所以在嘉義縣政府 以及和市政府還有和林管處 那以及現在要先成立的 我們的林鐵文資處 還有這個相關的單位 一同來成立這個世界遺產的推動委員會 大家整合大家的意見 還有就是讓民眾有更多的一個認知 它的價值快速的能夠變成是大家 可以來成為世界的一個遺產 林務局表示 未來這項代替在鐵路管理的經驗 並且觀賞國外觀光鐵的性格 串人林業鐵路 阿里山林業村 快宜生活村 森林遊樂區和周邊文化祝禪 希望能夠創作出 台灣的價值和收入 大雄新聞 黃沛宇 蔡宏報道